在生活中,很多人都是谈起湿疹色变,因为湿疹不仅仅难治愈,还是患者痛不欲生,尤其现在的季节是湿疹的高伐季节,门热高温的天气使人体产生了大量的汗液,破坏了皮肤保护层形成的油脂。 细菌更容易牵入人体皮肤,从而更容易诱发湿疹,而患上湿疹的大多患者复便有过湿疹难治愈,反复发作得让人头痛的经历。 这是因为很多人没有去了解什么是湿疹,好去对症下药,或者使用药物不彻底,导致湿疹二次复发,所以想要彻底摆脱湿疹。 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是湿疹,湿疹也叫做湿疹,是由一种真正感染引发的皮肤病。 在患上湿疹起初时,皮肤患处会出现发红、发糙、脱窃、伴有起痒的症状,导致许多许多患者会用手抓皮疹的部位,造成皮肤破坏。 那么湿疹主要是由于那些原因形成的呢? 第一,过敏心湿疹,是指患者对含有高蛋白食物出现不耐受或过敏的现象,主要是对含有高蛋白的食物过敏,从而造成对皮肤上的伤害。 第二,自外线伤害,常常让自己的皮肤处于暴晒的状态。 自外线对皮肤的伤害是众所周知的,再加上一些其他对皮肤不利的环境中,从而诱发湿疹。 第三,生活环境,长期处于过于干燥或者潮湿的环境中,导致皮肤被真真侵害,大量繁殖,形成湿疹。 第四,饮食搭配不均衡,有些患者在日常的饮食中有挑食的行为,导致身体里一些量元素的缺少,尤其是缺少维生素所导致的免疫力低下,也会引发湿疹疾病。 第五,遗传性,家族中有亲人患过湿疹,从而遗传,在民间也有很多湿疹的土方法,对湿疹的也有很好的作用。 一,金银花和酥花水对腿整起到很好的作用,但是过多食用两种会造成肠胃不适,容易引起便秘或者腹泻,尤其是小孩不宜食用。 二,把韭菜免罪外敷在患处,韭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,韭菜之有近日戒毒的功效,所以直接用于患处会起到一定的效果。 三,通过药膳进行,其中比较出名的一种就是绿豆海带汤。 做法,先把鱼形草食客放到水里煎煮20分钟,然后把它倒去,只留下汤使用。 接着在汤里加入10克海带和30克绿豆,煮熟就可以服用了。 如果觉得拿喝,可以适当加入一些白糖,每天喝一小碗,大约喝一周之后便可见效,海带汤虽然安全无复作用。 但海带为咸性寒,因此极为虚寒、肘胀、腹泻小化不良者许胜时,医生讲的几种方法,除了食疗,配合科学的才是根治的关键。 著名的医疗期盘医学新知上介绍了一款药膏,牛家传敏汤,不添加任何抗生素和激素,是以所有食疹、寻埋疹、皮炎等皮肤病人群。 尤其是老人又同抵抗绿较差者,选用地肤子、苦参、蛇床子等种草药制成。 深浓本草经重论述,地肤子主旁光热、绿小便、思草性微感、甜、寒、归心、干精、有凉血、活血、解毒透枕之功能。 使用牛家传敏汤的效果非常明显,它的突出的优势就是,牛家传敏汤会根据症状经重不同,使患者在一到三天内得到明显的效果。 对湿疹、群麻疹、外伤感染等皮肤病症效果极佳,受到业内人士广着认可,因疗效好,治愈率在九成以上。 企业被评为315诚信企业产品,经国家时要监局审批,安全有效。 目前除了线下近3000家式体店以外,在桃主上也能找到,方便快捷。 有些失诊较为严重的患者,最好可以搭配内服药物一期使用,内服加外用会起到更好的疗效。 当然我们不仅仅要对重下药,还要在生活中加以护理改善生活中不好的习惯,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注意。 一、饮食中要注意,营养它配,多吃含微生素丰富的食物,比如西红柿、蜜猴桃等等,来提高测身的免疫力。 也要注意食物中是否含有高蛋白、过敏整肾时。 二、在生活中,应该注意皮肤的保湿状况,我们可以擦一些身体足。 环境较为干燥时,我们一天擦一到三次,处于湿润的环境中,也要每天擦身体足,但可以减少次数,比如一天擦一到两次就可以了。 这样我们就能保障皮肤的滋润程度。 三、注意防晒。 自外线多元于太阳,出门时我们可以涂抹防晒霜,以及防晒衣。 太阳散、帽子、口罩等来进行防晒。 改善生活习惯仅仅是为我们湿疹起到一个护理的作用,达不到湿疹。 对于湿疹的,我们还是要靠药物,才能达到彻底根据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